有初宝说老花姨何手屋怎么样啊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叫好不叫卖 有的话说这个何手屋是黑头发的 初宝你看到我黑头发吗 我们河北有一个大爷的专门卖何手屋 他说这个黑头发的 他其实都70多了 他头发早就白完了 他天天去染头发你知道吧 有一次我还在理发店碰着他 他天天染天天染基本上 就几天只要是一露白头发根 他就开始去染了 他为了卖他的何手屋 他说你看我身边都70多了 明白了吗 他说何手屋子黑头饿的话 第一个就没有了 这个东西的药用价值很有限 你得怎么着呢 它的衍生才有一定的很好的药效 你像咱们人呢就是拿着看 明白了吗 看叶子 它可以做爬藤 它比绿螺长得快多了 而且耐阴好痒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观赏性 你要只能它当药材 这个不太现实 山上搞的那种还或许有点药用价值 不过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你看这种呢它没什么营养 也没什么价值 你说有吗也有点还是不多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你又不会用 也不会吃也不会弄的 你会痒就行了 如果说长得过分长乱的 你假的还长 就在玩的这一批是 它不需要很多的光照 但是呢在云南 我在山上的时候 在那个唐杰湘 昆明唐杰湘那个山上 它有野生的这玩意呢 你知道吗 挖出来就这么大 它长不大 在你那个山 那种呢 你要是说几百年的荷竹屋 几千年的那玩意呢 它几千了 这玩意不几千 是正常当盆栽去养 另外还有我们去年 还弄了一些花叶的 那个荷竹屋 就是叶子出锦的 就有观赏价值 懂这个事就行 不要迷信 也不要盲目 好吧 养花就是养花 荷竹屋好养 贼拉的好养 就是你光照不多的时候呢 你摸一摸这个土 不干就别焦 它耐焊能力比较强大的 明白了吗 还是比较简单的 用通用型的土跟水料 就完全能hold得住它 在屋里边很难把它冻死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又给大家 分享了一下 合手屋的事 当然你们有养护问题 都可以问老花一 老花一会帮你们解决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白了吃饱